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特别特别难的点 它也就是二分音符 相当于是一个复习的知识点 然后呢就是这边有复点 看到没有复点音符是带着前面的那个 就是你的复点跟着谁 就是它的一半 所以这个复点音符是四分音符 加一个八分音符 就是一排半的意思 简单通俗来讲就是一排半 好了那么这个整条节奏呢 就是我们已经可以很快把它顺下来 我们先看第一个小节 re 二排 do si 然后re do si 接下来第三小节 la si do la si do 这个应该是要这么唱的 那我前面唱的就是我们同学有时候会犯了一个错误 la si do 那么就错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复点的 所以你该唱的是一排半 所以la si la si 正常的打拍子我们是打三角形的 好 那我们简单粗暴一点来 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变成 la si 看到没有 我们把箭头飙上去了 这个一排半正到了三个箭头 三个箭头 每个箭头是半拍嘛对吧 这个就是一排半 c是半拍的箭头 do是一拍的箭头 好了 这样做一下记号你们就应该会知道了 那么我们从这个小节继续啊 la si do si do re 这样就不会错了 好 接下来到第二行 re do si la la si la 二拍 so la si la si so拍 la so la si do re re si la si la si do re si la so la re 二拍 so 二拍 三拍 就是其实大家只要把这个小拍子嘛 它有一个比较适用于初学者跟那个不是学专业的同学 它有一个适用的技巧就是像这样子把你这个拍啊 就全部用这种小箭头你给它画好 那当然你的手在打拍子的时候你还是要严格的按照规定速度来走的 就是你可以开一个节拍器你先电打电打就是像到一打二打一打二打就这样就比较稳定嘛对吧 那你拍手的时候肯定也是下去了才能再上来你不下它是上不来的那所以这两个你一个动作都不能少但是就不能去抢拍子 因为有时候你跟着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拍子是很容易会犯错误的 这一段时间就能够了 那这是第七条呢 接下来我们来讲 就是后面的第八条 可以聚到吗 好像可以了 我不想再挪动这个镜头 基本上可以 有少数两个音符 你们有这个教材的话 就稍微克服一下困难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八条 第八条也就是前面的 那个版本的进阶复习版 依旧是一个进阶复习的 一个状态里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拍的上来 就有一个附点音符了 对吧 好这个是 你们可以这么唱吗 对吧 我们的一个箭头 就是一个音嘛 别发声音 就好了 就照着我这个刚刚的 那个笔的方向来做 就又来了 前面 就是半拍 对吧 很简单 就平均的 第三小节开始 又变成这个 就来了 附点 好再加上我们的第四小节 一个箭头代表一个音 一个箭头代表一个音 好了 第二行 这个地方都是很正常的 然后到后面 正好和do的 它的关系是 不要抢拍子 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re是一拍的 剩下两个箭头 这个do是三个箭头 所以它都是在自己 该原本就是每一拍的 那个正常的那个位置上面 所以你不要去抢那个拍子去 这个地方要小心的 这个有时候有同学 他是会抢拍子的 对吧 re do si re do si 是这样唱的 好 接下来到了第三行 去哪了呢 好像可以了 第三行 就搞完了 那么最后一行 它是 就是第一个小节 然后 正好是半拍半拍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平均的 接下来在第三个小节 la si do 这小心了 它是个负点 la si 长一点 la pi r si do 好 这样就不会错了 对吧 然后re 二拍 三拍 把记得 你要是没有底的话 你就把那个re拍 给它开始念起来 就re end 2 end 3 end 那个end和 你在念的这个 第几个拍数 你是不需要唱出来的 就是你是演奏的话 你只要一个琴键 一二载下面就好 包括任何的乐器 不管吹奏的 拉的还是弹波的 都是一样的 re 二 三 最后一个小节 si so 二拍 si pi so pi 二拍 没搞定 好吗 好嘞 这个就是这节课的内容了 有点 一打 一 一 二 三 一 一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